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当然像法定停车位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在大楼里面固定的一些的停车的一个空间 那这样子的一个停车空间来说的话 当然因为多数的大楼其实它的停车空间是相对足够的 就是说至少一个我们刚讲就是你至少在这个大楼里面 你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停车的就每一户至少会有一个位置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法定的一个停车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对于这种所谓的一个法定停车空间的一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可能要注意就是如果说是你购买的法定停车位 你大概只能够在大楼里面来去做一个移转 换言之就是你只能卖给邻居不能够外卖 你就是说社区大楼停车位的产权是属于住户的 只能住户兼互卖不可以卖给外人 因为它其实在登记的部分来说的话 法定停车位它是在这种所谓的一个共有部分是共同持有的 所以如果说是因为在共同持有这个前提之下 你只能够转卖给社区的住户 那你不能够就是单独来去做一些移转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还会有这种叫做所谓的一个政色的一个停车位 那当然政色停车位来说的话 它是就现在的停车位来说 它还会再有一些其他额外的一种停车的一个空间 那这样子的一个停车位来说 因为有一些登记它也是共有的部分 它也是登记在小宫里面 所以其实它也只能够转卖给社区的一个住户 那当然这三种停车位来说的话 我们虽然听起来就是好像有些停车位可以外卖 但是你还是要看它的一个社区公约 因为有些停车位即便是它有独立权状来去做一个出售的话 它还是只能够就是我们这样说 就是你只能 社区的一个规约里面不会让外车进来 那你买了那样的停车位来说的话 你会等于是白买 那就很恐怖了 我们也知道停车位有分平面跟机械 这个是用另外一种分法 那平面跟机械一般来说 哪一种会比较好呢 我自己个人对于平面车位来说的话 的接受度会比较高 就如果预算可以的话 我其实会建议民众购买的是平面车位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来说的话 就是你机械车位它会有一些维护的成本 所以如果说是机械车位的话 你现在虽然刚开始的一个费用是比较低的 可是中长期来说它的费用是比较贵的 那当然在这状态之下的话 它就会你会发现维护的费用比较高 那平面车位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所以其实不大会有一些变动 那当然在机械车位的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状态是说 可能因为之前维护的不是很好 所以这种机械的一个车位 在维护上面来说的话 如果前面没有维护 后面可能就很容易产生一些危险或意外 像我之前有个朋友 他已经就是非常赶着要去机场了 结果他的车子卡在机械车位里面 出不来怎么办 后来他就是坐机员车去机场 所以其实你就可以发现到 像这样子的一个车位的一个部分来说的话 我不大建议就是选机械的一个车位 那价差带是怎么样 其实如果说是以平面车位跟机械车位的话 机械车位大概是平面的六到七车左右 那平面车位的话 有些人会因为我们平面车位都会拉出来独立计算 那如果说是用一般的一个估价的方式 有时候会用单价 这个地方的房屋的单价 就乘以三到五倍 那大概就会是一个平面的一个车位的一个价格了 房价 每平房价三到五倍吗 就是假设如果这个地方的房价可能是一瓶五十万 那五十万的话 你就是乘以三到五倍 车位的价格会落在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五十万之间 是 如果以台北市精华区的平面停车位来说很贵 有一些好车的停车位甚至要七八百万以上 那当然如果说是一般大安区的车位的话 普遍的价格会落在四百万到五百万左右 那当然因为停车位这个事情 我们刚刚讲出了平面跟机械之间的差异的话 它有时候因为有一些车位它会涵盖好几层楼 那每个楼层会有一个价差 那你就是我们这样说 你的越下面 就越下面的空间是越便宜的 比如说你B1的价格一定会比B2或B3来的贵 那每一个楼层来说的话 因为个案的关系 如果说是以市中心 那大概可能会差到十到二十万 那如果说是精华区来说的话 差的一个这个空间 差的一个价格会越多 B1比较贵 可是B1要停的比较下去 感觉比较麻烦 为什么它比较贵 因为B1它是相对来说比较上面的一个空间 那如果说B2 B3的话 它又还要再更下去 它可能在停车的时间上面会稍微长一些些 对对对 B2是比较下面的楼层 对那但是就是买这样的车位来说的话 其实你也要注意像有一些大型社区 它如果说是车位挖得很深 但是电梯数不够的话 这个状态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有可能你会在等待这种所谓的 就是等待上去的过程 或者是等待下来牵车的过程 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没错 加星停车位算不算公设的一部分 停这个来说的话 因为你如果说是以登记 它是登记在大公跟小公里面了 那所以如果你要说是 硬说要是公设的话 它一个程度上面也算 那就是根据它登记方式的一个关系 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在 所谓的持有不动产 持有车位的这一块来说的话 你除了车位之外 你还会含有一些车道 跟他们有登记的关系 会有一些所谓管理师的一些产权 所以在一个程度上面来说 你会看到你的权装上面 也许车位可能是食品 那但是它你会 目测会觉得怎么没有那么大 那它其实登记的原因 频数比较大的原因在这里 是如果说买房子的话 要不要多买个车位 你觉得要考虑哪些事情呢 其实如果说是以市中心来说的话 我们会建议就是你购买一间房子 最好买一个车位 那当然买这样的车位来说 好处是如果说未来 因为市中心不好停 对市中心不好停车 所以你有一个车位会比较方便 就是很自然的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没有车子 那可能车子就车位住人家 也可以有一笔收入 只需要注意的是说 虽然是同样是市中心 那有一些是住宅型的产品 你有个车位是很理想 但是如果说是像是有一些供购宅 比如说它的交通已经非常方便 然后又是小套房的产品 那这一类的产品来说 你要购买一个车位 可能未来会有转手性的一个问题 因为车位一加上去 你的总价就会变高 好就转手比较不容易 对它就会形成一个抗性 这个会是我们提醒 如果说你真的要购买一个车位的话 就稍微注意一下下 是买车位前要注意哪些事情 是不是跟我们提醒一下 其实当然第一个来说的话 我们会提醒你在车位 第一个是它到底能不能够移转 给你就是你这个要买的当事人 因为有些车位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它是只能够在社区里面做移转的 甚至于有些车位是 你即便是可以去做移转 但是它是没有办法给外车停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提醒 第一个是一定要搞清楚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车位本身的条件 因为有些车子 现在有些车子 它是大型休旅车 车位车子比较大一些 那车位可能停不进去 所以我们会提醒 就如果你要买车位 可能要先试停一下 会比较理想 那当然第三个部分的话 就是财务的部分 因为有一些车位 应该这样讲 就是大多数的银行 如果你是要单纯 购买一个单一车位的话 很多的银行是不贷款的 所以如果说像我可能 买了一个大楼的单一的户数 那我车位是我住进去几年之后 要去做购买的话 这个部分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可能必须要准备 自由资金 那当然最后一块来说的话 就是因为车位 你有时候移转的话 你会有一些所谓 土地增值税的一个发生 那如果说你是单纯 移转车位的话 因为我们车位不太能够 像办理自由主宰 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所以你可能在移转的时候 土地增值税要稍微算一下下 会比较能够掌控你的成本 是 嘉欣你刚有提到说 买车位通常是不能够 单独贷款的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银行会接受说 车位可以单独贷款 如果可以的话 大概贷的成数高吗 如果我们大概 坊间听到 能够贷款车位的状态 其实是不多的 那 几乎是没有 几乎是没有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个案 他状况比较特别 比如说他可能购买 一整个楼层的车位 或者是说他去购买一块土地 去做停车场的一个规划的话 那这种状态就是比较有可能 会获得银行愿意贷款的一个意愿 那当然有些人 他如果说贷款可能没有办法 他可以拿原来的一个住宅的标的 再去做一个称带 去把车位买下来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你再讲清楚一点 怎么样把车位买下来 就是说 比如说我可能我想要买个车位 但是我自己有资金不够 那我可能我就拿我原来的房子 然后拿去再去贷款 增贷一笔出来 那增贷一笔出来 然后再去做这种车位的一个购置 那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是 嘉欣如果要租停车位的话 一个月代是多少钱 要看区域 因为其实如果说是有车位的话 像是某一些办公商圈 你可能要注意的是 车位它虽然是有开个住进 但是它只能够租白天 就是也许是早上的六点 到晚上的一个七点 时间一到它就要离开 它会分成两段式的住人 那当然如果说是以这种住家型的话 它有一些它就是 你一整天都可以去坐一个停车 那 去住车位之前 还是要问清楚对不对 对 可以停的时段是什么 是 那当然现在来说的话 如果说是 车位供给量比较少的区块的话 像我们这边东华南路 这个区块 大概一个月的一个月 住进会落在六千到一万二之间 怎么差异那么大 因为有些车位它是机械车位 那另外我们也有提到就是 其实车位我们刚刚提到就是 波道跟机械之外 它的出入口 有些出入口是波道型的 有些出入口是机械型的 那它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价格 波道型跟机械型哪一个比较贵 通常来说的话 波道型会比较贵一些 因为波道型的变动是比较少一点的 所以大概我们说如果说是准备 纯粹波道的话 我们就会分成波道的平面 波道的机械 那机械的话就会有机械的平面 跟机械的机械 那最便宜的话就是机械的入口 跟机械的一个 这个所谓停车的一个空间 哇听了我头都昏了 但是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其实我们会提醒 当然第一个的话就是 你还是要去亲自把自己的车子停下 是比较安全 试停嘛 试停很重要 对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除非真的逼不得已 平面的话 因为它的变数会比较少 所以也不用太单 就是购买平面的话 比较不会有这种所谓的意外的发生 是 那租停车位的话 只能停同一辆车吗 我可不可以有两辆车轮流停呢 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要看大楼的规范 因为有些大楼 它是每个停车位 它会绑单一的一个车子 所以如果说是大楼的规约里面 它有提到就是只能够绑单一的一个车子的话 那你大概就只能够停一台车 但是如果说是没有限制的话 基本上是你只要有一个 就是可以进出大楼的一个凭证 那就可以来去做停车 是 所以这个也要问清楚的 是 是 出停车位的话 也要缴管理费和清洁费吗 如果说是以停车位来说的话 有些大楼会规定 但是多数管理费跟停清洁费是要的 所以这个也会是一个 价格高吗 有一些大楼的话 像我之前 我有一些平纪朋友 他们的 他如果说是在台北市区的话 大概会是落在 800块钱到1500块钱之间 当然有一些个案 对那当然有一些 他会稍微再高一点 我们也有听到两三千块钱的 也有会根据他的 大楼的管理费去做一些调整 是 最后要请教嘉欣的是 把车位当成投资标的 到底好不好呢 其实如果说是以车位 当成投资标的的话 关键在于就是这个地方 有没有很需要的一个 停车的空间的需求 如果说停车空间需求 相对比较大 然后你的自有资金的部位 也还不错的话 那确实停车的一个 停车位它是一个 相对比较稳健 好管理的一个标的 那当然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就是如果说是 平面又会比机械来的 好管理 可是因为自有资金的 部位比较高 所以如果说要进场的话 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助商不动产器人是 徐佳欣经理 我们所提供的分析 谢谢佳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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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